由于巨峰的兄弟实在是太喘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带他剃个毛 我们先把腿上有皮肤病的地方剃掉 这里的皮肤病就是因为之前的毛太长了 很难打理 而且比较潮湿 所以才会得皮肤病的 现在剃掉了以后就好多了吧 现在肚子上就腿上的毛还不是一个颜色 因为它是一匹扇马 扇过的马它的颜色基本就不会全黑了 就会稍微变一点棕红色 像不像从一块黑小变成了牛奶巧克力的样子 好多人问我这个是马的什么东西 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 是因为马的祖先是用全这样装走路的 后来慢慢剃化了以后 后面的小肉垫也用不到了 然后就长到上面去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妇缠 给它剃脖子的毛发石 还经常有头发要过来抖乱 丁马的脸部耳朵这一块相对来是比较敏感 所以它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完了它怎么越剃越白 它剃完了不会是一匹白马吧 这边快剃完了又来了一匹小黄马 它把两个腿一插我还以为它要去 结果 它是紧张所以就会把两条腿插开 太可爱了 剃好了你们还记得它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看到现在就是一匹牛奶巧克力嘛 还不高兴了说它一下